他被网友称为电汉界的书法家 他不仅汉界做得好 毛笔字写的也是如行云流水 他叫颜大海 山东东营广饶人 自幼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 他十几岁开始自学写毛笔字 经过多年的勤学苦练 他练就了一手刚劲有力的毛笔字 后来他学习了电汉技术 并在自己的老家开了一间修理铺 在汉汉修修的间隙 他每天总是要练习一会书法 有时会有人请他写字 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去写 每逢春节他都会免费为乡亲们写春联 由于他自写的好 又乐于助人 所以他的事迹在当地广为流传 央视等媒体对他也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 同时他的书法作品在网上也很受欢迎 也正是凭借着十分接地气的写字功底 让他在网络平台迅速走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